Y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那今天叻 探大過年來跟各位介紹玩具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是一個非常 very old 的 Old Toys 一個老玩具 這款作為一個1995年黃金勇者系列裡面的一個 黃金合體 黃金龍 那當然 這隻玩具是我借來的啦 坦白講 這兩天我一直很猶豫說我到底要不要把這套玩具吃下來 因為這套玩具的主人 想把這套玩具賣掉 當然 他中間啦 因為我先拿到嘛 他問我說有沒有要買 那當然我也告訴他說我先想一想 那跟他借來拍一下影片 OK 那當然 後續怎麼樣 各位就看我的賣場吧 那當然這隻玩具 如果要用現在的技術來講 他肯定是不及格的啦 但是如果你要用1995年時候的技術來去講他的話 這隻真的是不錯 OK 那裡面有一份像這樣子的說明書 這也是 不知道我要不要買的原因之一啦 因為這一款他是作為一個早期台灣代理的正版 所以他使用的是像這樣子的一個中文說明書 這個 當然如果你們有在考究的人 大概都知道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中文說明書 說明書的內容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為了早期讓小朋友在把玩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到底在下什麼鬼 所以他使用了中文 那玩具本身呢他是全新的 所以他上面是沒有貼貼紙的 那當然為了保持他的完整性 我也不會跟他貼貼紙啦 因為畢竟不是我的 等我哪天我想到要給他吃下來的時候他就是我的 OK 那玩具就有分 黃金龍 跟 黃金劍士德蘭 兩隻一套作為一個組合 那黃金劍士德蘭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變形之前就是一顆像這樣子的車車 好 那就是一台車車 好那當然隱藏性啊不能跟現在的玩具相比嘛 底就看到了他的臉就是明甲賽這樣子 以現在變形金剛的標準就叫明甲賽 那身上 我最不喜歡的電鍍 全身都是電鍍 這也是我在猶豫到底要不要買的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這個系列的玩具啦 他就使用的就是像這樣子 整隻拳擊幾乎都是黃金金色電鍍 當然質感很好 可是這也符合了我不喜歡的第一個標準 就是他的拳擊 電鍍 塗裝 跟金屬 我最不喜歡的三個東西 德蘭的造型 跑車上面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寶石 這是一個 黃金勇者的力量之石 紅色的那個力量之石 那當然如果你有看黃金勇者的話 就知道 這個東西了 那他的變形呢 非常的簡單 我們先就德蘭 德蘭的變形呢 你只要把這邊向後翻開 扣起來 然後這邊有小角角給他掀出來 像這樣子把他掀出來 好緊喔 翻出來 然後這邊 左右手把他打開 左右手打開 然後接下來把這一個翻出來 然後黃金劍士德蘭 就變形完成了 就是這麼簡單 早期的玩具嘛 那當然他有附贈一款他的龍牙劍 這隻叫龍牙劍 龍牙劍呢 在你不用的時候 可以插在旁邊 這邊可以給他這樣插 就變成一個日本武士的造型 他可以放在旁邊 當他的一個造型裝飾 當然啦 你也可以把他拿起來 讓他拿在手上 像這樣子 他就可以拿著他的武士刀 橫行天下行走江湖 但是他的手臂 很尷尬的是 他的關節開在這裡 所以他拿刀的時候 其實沒說很好看 當然啦 看你們怎麼覺得啦 早年的玩具 當然我還是覺得 掛在腰間 比較好看 就像一個浪人一樣 像這樣子 OK那身上的一些細節 DETAIL一下 他這邊有一個 一樣一個勇者之石 一個寶石 然後臉呢 當然 以早年的玩具來說啦 他的面部的刻畫 算是非常的細緻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眼睛這邊要用綠綠的 好像丟洞一樣 也不是玻璃罩 就是一個綠綠的 然後身上就像這樣子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動度啦 因為早年的玩具 然後後面呢 就大概想的像這個樣子 一樣就是 金弓 閃閃閃閃閃閃閃 可動度也就只有 頭也不能轉 手這邊只能夠像這樣前後 然後關節是開在這個很尷尬的位置 腳勒可以做到一個前踢 前踢 然後 屈膝 左右開 就這樣而已 腳可以像這樣左右開啦 就這樣而已 那當然 因為上半身的不足的關係呢 其他下半身的可動性再強 也是沒有什麼好 當然看你喜不喜歡啦 我個人是覺得 以1995年的玩具啦 不用太苛責它 這樣子 OK 那 這一次的合體的一個 主機呢 就是像這樣子一個黃金龍 真的是金弓閃閃閃 各位看一下 它主要使用的是像這種金色電鍍零件 跟一個黃色塞金的一個黃色零件 塞金 那後面呢就是像這樣一個整個龍的一個背部 像這個樣子 那真的 算是很帥啦 然後龍形態的可動度呢 嘴巴是可以像這樣開合的 手可以像這樣前後 那這個戰力型的龍呢 就是延續了當年 哥吉拉 哥吉拉那時候就是日本 就是也不算日本啦 就當初人們對龍這個恐龍這個系列 恐龍這個東西的一個遐想 就是二族龍 可是現在其實 各位就有看新聞都知道現在幾乎龍 這種二族戰力的二族龍 其實是 被科學家推翻的 正常的龍應該是往前 前傾的二族龍 而不是戰力的二族龍 那是題外話啦 那黃金龍呢 這樣子的一些細節 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身上呢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矛釘的細節 跟一些 機械的刻畫 眼睛使用的是一個 透光的紅色零件 所以你在不同的光線之下 你看它會發亮 像是像是 嘴巴可以開合沒有問題 剛說過了 那頭呢是沒有辦法做旋轉的 這比較可惜的 頭是沒有辦法做左右旋轉的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 手呢是可以像這樣上下抬動的 這一節是可以額外的做一個彎曲 那腿部這邊是 可以做到一個 就這樣子 沒辦法做到什麼東西 然後呢 腳趾頭 腳掌 就是一個可以做到一個左右旋轉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彙 尾巴呢 基本上是不可動 做一個龍形態啦 它幾乎沒有任何的可動度 就是像這樣子 你都就是手跟嘴巴 可以動來動去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玩具呢大家也知道嘛 它主要就是一個大合體 就是大合體 那旁邊有附一把像這樣子的 一樣 大支版本的日本武士刀 這是給它作為一個後備 黃金格蘭的時候要使用的武裝 那 黃金格蘭呢 就是兩支合體之後的一個 就是這一款格蘭跟 這個黃金龍合體的名字叫 黃金格蘭 那這一支叫黃金龍 沒問題啦 OK 那當然我們就不囉嗦的 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 變形合體吧 那首先呢 你要 我們先來變這支黃金龍好了 黃金龍的變形先把腳架拉長 這樣比較高 比較好看 首先 你必須要變形的是它的下半身 這支變形鞋來說真的還蠻好玩的 以當年的技術來說 首先 上面後面有一顆按鈕 給它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腳的地方就可以拉出來 不要硬硬 Intrial 拉出來 按一下就可以拉出來 拉出來腳就會變得很長 這一節呢可以額外再做一個摺疊 然後我們這一格 把它彎下來 像這樣子 那這邊使用的是一個齒輪間結 抱起來 輕輕 會做翻 然後這邊把它折起來之後呢 這一節給它向下 下 變像這個樣子 這支龍就站起來了 這邊有一個前傾的關節呢 你要把它向這邊調整 churches 就會變成這樣這樣站立起來的 然後接下來腳掌的地方這邊剛剛不是可以旋轉嘛 這邊就是給它做一個旋轉 把這個龍腳的地方轉到後面去 轉出來這邊就是變成機器人的時候的腳掌 然後像這個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它的手 這兩隻小手手 這邊是有一個彈簧結構的 是可以拉出來的 跨框過這個白色的零件做一個旋轉 轉到後面這邊來 兩隻都一樣 給它轉過來 然後接下來尾巴的地方左右給它打對面 左右分開 這邊有兩節關節旋轉出來 接下來你就是要把它這一節轉到前面來 像這樣轉過來 然後這個白色的就要對應到這邊這一節 等一下我們把鏡頭再拉高一點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 這邊這一節把它組合在這裡 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往這邊往前旋轉 把它扣起來 然後接下來手這邊給它做一個旋轉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這個尾巴的地方在旋轉會變成手 那這一塊東西你會看到它比較凸出來 當然作為機器人型態的時候 這邊在做一個旋轉的時候 這塊地方也要一筆把它壓進去 這邊就會跑進去裡面 然後這裡做一個旋轉 然後這裡做一個旋轉 這邊這個凸點就是組合這個凹點 轉出來 扣上 拳頭就會跑出來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旋轉旋轉旋轉 旋轉 這個零件你在邊轉邊壓的時候它就會往內面跑 邊轉邊壓 轉進去然後邊壓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縮進去 手就可以轉出來 這邊是連動的 當然你再看一次 你把手翻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就看它會凸出來 變進去的時候就是像這樣把它縮進去 這個還蠻酷的 一個很棒的連動 一樣把它扣起來 手的變形就完成了 接下來把這一整塊 這邊原本是擋在前面的一個像這樣子的三塊的擋板 翻起來之後呢 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凹槽 這邊等它就是組合隔藍的地方 把這三塊東西把它收納起來 變在這個裙甲裡面 拗起來 裙甲的變形就完成了 接下來比較麻煩的地方 也就是變形的時候會有一點點的問題的地方 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我先把鏡頭拉高一點給各位看 來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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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下巴的地方 向內收 收進去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 隔欄把它變成它的一個 剛剛車子的形態再來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博羅斯先搖一搖把它變成車子 來搖一搖 把它變成車子之後的像這個樣子 對折 剛能夠折疊的地方像這樣把它對折起來 這邊這個腰的地方它有一個可以對折的關節 折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呢 保石的地方朝外 車子的地方朝內 像這樣子把它放在這個凹槽裡面 放進去它會像這樣一個很完美的密合在這邊 接下來你要把整個這個頭的地方 你這邊如果變得夠好的話呢 你可以把整個頭像這樣給它收進去 收進去之後 等一下 收進去之前 這邊有一個 臉的地方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像這樣子把它翻出來之後呢 這一塊 卡進去 它會剛好這個凸點會卡到脖子這邊 把它卡住 臉就會剛好結合在這邊 左右 把它稍微翻過來 這變成它的機器人的時候的一個耳朵的一個掛式 那經過了一連串的變形之後呢 這款黃金格蘭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你要把它五四刀 兩個凸點 組合在兩個凹點 放在腰間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帥氣 這就是黃金格蘭 我們一樣把鏡頭稍微拉一下 那這款黃金勇者的一個主角機 黃金格蘭就變形完成了 那造型上來說呢 就各位監察看這樣 也是一樣 就是金弓 閃閃閃閃閃閃 後面這邊你稍微把手 變形完之後就調整一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杯包吧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一個造型來說呢 也算是以當年的審美觀 來說算是所有的勇者裡面比較好看的 各位應該不 看就知道了嘛 算是所有的勇者裡面造型來說比較好看的 然後又延續了非常日本武士的風格 所以要使用一款很大的日本武士刀 當成它的一個主要武器 然後這邊呢 武士刀抽起來 武士刀是使用的是這種軟膠零件 所以你也不用怕把武士刀給凹彈 除非你是天生神力故意去擇它 不然它基本上是不會彈就是不會彈 然後呢 武器可以像這樣子插在它的手上讓它拿 也是沒有問題的 可動性方面呢 頭當然因為剛剛已經被固定住了嘛 所以頭是沒有辦法旋轉的 手這邊使用的是齒輪關節 所以每一節都可以旋轉38615度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橫向呢有一個橫向的拉旋轉關節可以拉轉 沒有問題 這邊有個旋轉 手臂可以旋轉 摺區90度沒有問題 可惜拳頭沒有做旋轉 不過拳頭的細節刻畫也算是非常的漂亮 手可以像這樣子平舉 讓它變成拿著一個武士刀的樣子 當然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腰轉 腰是不能轉的 腳也沒有辦法做到前後踢腿 這是早年勇者的悲哀 當然膝蓋你也不用想 會不會可不可以摺區的 都是沒有辦法 下半身就是像做死的 說過這是早年勇者的悲哀 然後呢它作為黃金龍跟機器人型態呢 它這個腳砲都可以像這樣把它翻起來 這個按鈕按下去裡面是可以安裝飛彈的 當然飛彈也是新的 所以我就沒有猜了 這個是東西不是我的 再次強調東西不是我的 兩個腳砲呢 一樣可以像這樣把它轉起來 非常的酷 啾啾啾啾這樣子 OK 那就是這一次的一個黃金龍的介紹 這款黃金勇者主角機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尬椅有沒有喜歡 因為當然這個東西現在要介紹 勇者的東西其實變形結構非常的簡單 沒有太多的複雜跟投鼠機器 但是早年的玩具就是因為它變形簡單 然後造型 帥氣 然後又大隻 重點是大隻 小朋友玩起來就是很 很大 很帥 這樣子 那當然 各位喜不喜歡 如果喜歡你就自己去 購買好不好 如果覺得 當然這東西 現在不合你的胃口的話 當然就 next跳過就好了 喔對阿 再次跟各位講一下 它的肩膀這邊有四個孔 這四個孔當然你也可以安裝飛彈 它也可以作為一個 飛彈發射使用 各位也知道 還可以作為一個飛彈發射使用 當然你飛彈不發射 它放在這裡就是一個裝飾 就是紅紅的 很漂亮 它身上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安裝飛彈 整個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行動彈藥褲 那這隻玩具勒 也算是 這幾年 近期這幾年來說 比較 熱門的勇者之一 當然各位都知道 這隻在勇者復古 勇者復刻復古夜傳裡面 它有推出 忘記是BR0級 反正這一盒就是 黃金獸合體 它就是一大盒 盒子很漂亮 黑黑的那個 當然這隻現在也不便宜啦 那 各位如果有購買的話 有要購買的話呢 當然就可以自己上網去選購 如果覺得就是這樣而已 那就調軌的好了 OK 那今天這支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喜歡這支影片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如果覺得我介紹影片的風格 還不錯 就幫我點個 追蹤訂閱吧 當然 好不容易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訂閱人次又開始越來越多了 鬆啦 是不錯 這是一個好現象 當然 如果你對我的玩具介紹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下面當然都可以幫我留言 我都會回覆你 如果覺得對 本身 我個人有什麼問題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在FB的粉絲專頁裡面幫我留言 當然我也會一樣回覆你 我有在經營的就是FB的粉絲專頁 跟我現在的這個Youtube的一個頻道 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謝謝 拿啦